我现在来介绍的是 惩罚原理 何谓惩罚原理呢 我们的话呢 从一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来了解 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甲乙丙丁有四个小朋友 我们要把它排成一列 那么问有几种排法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想想甲乙丙丁有四个 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排在第一个 然后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 同学都会以为是 四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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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其实不是的 我们应该要怎么想呢 来我们来坐四个椅子 来我们来看一下顺序 四个椅子排过来了以后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认椅子好了 现在我们就叫甲的过来 请问一下甲有几种选择 甲一开始的时候有四种选择 好我们就让你选 来进去吧 好甲进去了 他有四种选择 那么现在我们要轮到乙来进这个座位 问题是乙的话呢 甲一坐进去了以后 乙只剩下了三个选择 我们就让乙进去 他有三个选择 来我们看看乙到哪里去 好他到这边来了 现在的话呢还剩下两个同学的话呢 丙我们就让丙来选 丙的话呢请问一下有几个选择呢 他有两个选择 那么我们就让他选一个位置吧 最后一个 丁不用说了 直接进去吧 因为他呢就位了 就位了 就位了 因为他没有没有任何的选择 他只有一种选择 所以总共的话呢 有几种选择呢 我们的话呢 可以不需要全部乘开 我们只需要写一个 四惊叹号 我们称为阶层 四阶层的意思就是四乘三乘二乘一 这种情况 如果说我们的话呢 要排成一列 有几种排法呢 我们就这么说了 四阶层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惩罚原理